10月26号 缅因州刘易斯顿街道空无一人 商店关门 缅因市警方正在搜捕一名 前一天晚上因谋杀18人 打伤13人而被通缉的 美国陆军预备狱军人 据报道 该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周三晚上 警方封锁了犯罪现场附近街道 搜捕期间一些当地企业关闭 该地区的公立学区 周四取消了课程 警方敦促居民留在室内 枪手罗伯特卡德 是附近美国陆军预备狱基地的一名中士 执法官员表示 今年夏天 他曾被暂时送往精神病院 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现场的画面 啊 黄其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